現時樓價和租金高企 年輕人置業困難 長遠房屋策略督道委員會成員蔡崖綿 就認為上屆政府忽略了年輕人住屋問題 未來的房屋政策應該要協助他們 他建議政府增加非長者單身人士的公屋供應 同時研究推出首置貸款幫助年輕人上車 家庭優先,如果看過去的六期 靜餘居屋我們賣的時候 單身人士佔的比例是少於一成的 可能只有六、七% 這個如果我們欣別到 一些有需要的年輕人要去置業 我們第一要增加單身人士的比例 在柬屋那處不可以長期低 要有一個合理的配額 幫助年輕人置業是有很多方法的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所謂低息或者免息貸款 至於長期穩定樓價措施方面 他建議地政署增加人手和減化程序 加快樓花的審批 他表示若能夠提前六至九個月推出樓花 短期內可以增加一萬個單位供應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彭樂妍報導